電腦王阿達 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為大家開一個 也許你在網路上已經看過別人開過 但是我們今天開得更完整 就是這個 限定版的EVA的一個OPPO手機 那為什麼說我們這次開得更完整呢 除了這個手機本體以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耳機 然後還有它的手錶 還有一個無線閃充 這是真正的大拳套 你可能在外面看到之後 手機了不起是加個手錶而已 我們就是連耳機閃充 都全部都知道了 那在開始之前呢 先感謝借我的網友 如果你想要買的話呢 這個東西因為台灣OPPO沒有引進 所以你一定只能買到水貨 那保固部分你要自己好好思量 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我在敘述那邊 會有賣家的資訊 但是我先跟你講 台灣沒有保固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開開箱 首先我們先用這台開始 人類補完計畫 機密 TALK SECRET 其實它這台呢 它一樣是使用OPPO S2 就跟之前鋼彈款是完全一樣的 盒子呢 我覺得比鋼彈款還要大 這個東西呢 講實在話真的是情懷向的 或粉絲向的 雖然像我們這種粉絲會非常非常熱 但是一般人可能就比較無感 聽說 中國限量的那2萬隻鋼彈還沒有賣完 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開箱 比較有趣的是它這裡側邊 好 這樣子把它拉開 哇哦 一個大膠囊 有沒有像飛機杯 比較好玩的是它底下 長得有點像動畫裡面 它的一個收納艙 好 接下來我們直接開這個本體 這膠囊很酷耶 非常漂亮 質感非常好 這邊上面寫個OPEN 開的地方在這裡 欸 質感真的不錯耶 然後它是往上抽出的 抽出直接看到手機 看一下手機 配件應該在下面 再打開 這個手機殼 它也是EVA配色 超好看耶 其實認真獎 我覺得比鋼彈好看 因為白色配色跟銀色配色 其實看不出來的鋼彈 但這個真的是EVA的感覺 那這個是它送的耳機 然後上面也有刻一個 它們總部圖案 還有這個邊壓器 最高支援到65W快充 相當的快 那下面這裡的配件 自充電線 它的所有配件在這邊 這是手機本體的部分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開這個 OPPO Watch EVA限定版的手錶 連復原的機會都沒有 看一下 這個也是蠻好看的 這個盒子本身拿來當作手機 一不回過的話 打開的時候會抬起來喔 有沒有 這個是明日香 那接下來 上面這個蓋子打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雙色錶帶 一個是紅的 然後這邊是黑的 看你喜歡什麼顏色自己去配 然後說明書 它的一個充電的充電盤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這個手錶 標準二號機的一個配色 紅、黑 然後一樣是金屬邊框 一個OPPO綠 那因為這支錶不是我的 所以我就不做啟動的動作 那這邊呢它就是一個心跳感應 磁吸的感應點 整體質感是相當不錯 而且它可以更換錶帶 錶帶也是快拆式的設計 所以更換起來也相當容易 好接下來呢 你繼續來開這個 真無線耳機 也是EVA限定版 好 你看到這個EVA寫0 打開一下 哇 這個也是很漂亮 機密 有沒有 它其實在造型方面 有點像AirPods 那個EVA版的話 它特別的好看 然後磁吸的 最後我來開這一個 無線閃充的充電器 那這個無線快充呢 它的速度也是40W 背面這裡有寫它Spec 40W充電影響相當快 給大家看一下 蠻好看的 掉了 好沒關係 這邊也是可以撕的 所以大家不要緊張 撕掉 那這邊就有寫一個 主電源供給 那這邊一樣是那個機構的一個Logo 這個全部的配件我們就開箱完畢了 給大家特寫看一下 它的這個無線充電器呢 它一樣是支援AirPods無線閃充功能 你只要把手機放上去 它就開始充電 有沒有看到 相當好看 相當的酷 不過比較讓我驚訝的是 這個紅色圈圈 它不會發亮 相當有EVA的感覺 好 所有的EVA電定板的配備都在這裡 手機 手錶 真藍牙無線耳機 跟無線充電盤 整體來說 我是覺得在配色啊 設計方面 比之前鋼彈款更加的符合 它動漫的一個形象 認真說啦 如果是我買的話 我可能會買EVA版 我不會買鋼彈板 因為鋼彈 講難聽點 除了盒子以外 它的元素並不夠多 那這款EVA版呢 從手機本體到外殼 一直到它的手錶 到它的無線耳機 跟它的無線充電盤 整體外型設計都相當的EVA 我是覺得它在設計方面 又更加的用心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簡單講一下 OPPO S2它這一支的硬體規格 好 接下來為大家仔細的介紹一下 這支OPPO S2 EVA限定版的一些規格 首先我們先點亮一幕 待機的桌面就是 鍍耗機 解鎖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它的一些LOGO 全部都EVA化 就是一個紫色 黑色跟綠色的一個配色 相當有EVA風 當然 這個版本你不會看到任何Google市集 那在硬體部分呢 搭載的是Enjoy 10.0的最新版本 CPU是搭載高通的S865處理器 內建記憶體為8GB RAM 它的內存是256GB ROM 螢幕部分呢 則是搭載一個6.5吋的AMOLED螢幕 解析度呢 是1080P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機身側面 一樣是一個紫跟黑 綠三色相間的一個配色 一直接到後面玻璃 是完全沒有差異的 這工藝相當厲害 那可以看到它的電源按鈕中間 還是一個OPPO綠 它背面部分呢 不是一個比較亮面的一個紫色 而是比較暗 然後比較消光一點的紫色 主鏡頭呢 是F1.7的4800萬畫素鏡頭 那剩下還有一個800萬畫素的超廣角 然後一顆黑白鏡頭 跟一個人像鏡頭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手機殼部分 那這個紫呢 比較偏向於圓柱的紫色 手機如果用這個顏色 就沒有那麼好看了 我可以理解 然後可以看到 中間寫個初級 那下面就是EVA 一號 一號機的意思 那這AT立場 然後轉過來 看到它的退卡針 有沒有很酷 朗基努斯之槍啊 這個就是有在看原作動漫就知道 然後打開來這邊 下面還有一個 就是它們的機構 這樣子 床起來 相當好看 裝起來整體的質感是加分不少的 這就是手機的部分 好 看完剛剛簡單的介紹之後 相信大家對OPPO S2這支EVA限定版 有一定的了解 那這一款老實說呢 我覺得相當不錯 非常可惜的是說 它台灣並沒有販售 現在目前為止 連日本也沒有賣 全世界只有中國有賣 而且限量1萬支 就我知道的話 它手批是非常難買 那現在應該還好 原則上你願意買都買得到 以它的架構來講 因為OPPO這支呢 它刷Google架構還算好刷 所以要使用上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但是支付上可能就沒辦法 像台灣般用Google Pay那麼方便 但是你使用一般Google四級啊 使用起來是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重點就是說它沒有保固 那台灣OPPO也沒有保固 但是呢我認真講 真的是非常好看 但是說大家要注意一點 這個東西還是比較粉絲相一點 第一個它一定會比一般的OPPO手機還貴 第二個呢它沒有保固 第三個呢 如果說你什麼東西壞了 它可能沒有那麼好買 這一點可能大家要注意 那你說值不值得收呢 一般人我不會覺得一定要收 但是如果你是EVA的狂粉 我認真講就是選這支 你應該不會後悔 因為它真的是滿滿情懷 價格方面就不要講 因為粉絲相的東西不會太便宜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